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 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由于疫情的影响 造成了一种更加异常的放缓呢 还是说这个长期的趋势 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波动 应该说就是从短期来看 它实际上对中国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然后使得我们 因为我们的增速 从近些年来看 正常的增速应该在6%左右增速 那么在去年的经济增速 一下降到2.3% 所以这个是一个回乐幅度比较大的 那么今年尽管是增速比较高 但是是由于去年基数低 而两年平均增速 还是低于正常的增长水平 或者低于潜在的增长水平 是第二种 您这样一讲 其实我们就可以更加客观地 来看待去年和今年的经济数据 那我们应该得出来一个 什么样的比较理性的一个结论呢 理性的结论就是说 一个方面 我们的从长期的趋势来看 中国的经济增速在回落 这有多种因素了 一个比如说 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了 比如说2000年 2000年我们的GDP只有10万亿 到2020年 我们的GDP已经100万亿了 那这100万亿和10万亿比 那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 那么所以现在一个百分点的增长 和2000年左右 本世纪初的一个百分点增长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你经济总量大的之后 你那个增速往往是回落的 那么世界上从其他国家 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来看 都经历了一个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 回落的过程 那么你经济总量大了之后 你就不可能还保持那样高速的增长 还有就是你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的快速增长 比如说有30多年的高速增长 你接近10%的高速增长 那么我们对资源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那么如果再保持那样的高速增长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资源支撑不了 环境也是 环境也支撑不了 还有中国的人口 我们从2014年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减少 那么从2015年 中国的就业人口在减少 那么这些因素 这劳动因素 就是人口红利也在下降 那么资源的红利和人口的红利都在减少 所以我们不可能保持那样高速增长 而且我们的世界环境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过去净出口 对经济增长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现在我们的进出口 现在的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我们那样 那样保持高速增长 我们一般来说要追求一个比较平衡的对外贸易 所以各种因素 人口的因素 环境的因素 资源的因素 还有国际环境 都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速 就会不能保持那种高速增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